今天是2月10号 今天是上午的10点25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盘面 出现了一个小幅度的震荡 桑大紫苏目前是说了一个绿盘 但是整体来看盘面非常之不错 为什么 大概上涨的是1100多家 跌的是800多家 从上午的盘面来看 涨的多跌的少 其实这个市场是非常之健康的 为什么是非常之健康呢 昨天跟大家说过 是吧 主线在明确的情况下 大家有低位就潜伏有低息 大家看啊 今天指数所谓一个震荡 那震荡的话 我昨天跟大家说过 这里再次上涨的话 就面临前面高位的压力 记住啊 盘中急拉急冲 不要去追 但是盘中急跌的时候啊 有一些人气板块 一些主线品种啊 你可去做一个低息 做个博弈没问题啊 其实从整个 上震的指数来看啊 在这里的话 就算震荡后冲高 我觉得这个位置 3310 这个位置也是存在大压力的 所以这个量能看能不能跟上去 跟不上去的话 再次冲这个位置 那我告诉你啊 调整在往下的话 那他的一个时间跨度可能就加长了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 当然天天跟大家讲 要注意权重板块 大家看这是券商 券商走势是不是跟大盘是同步的 所以啊 几乎券商绑架了大盘指数 他一震荡 大盘也是震荡 那接下来他的走势就很关键了 如果说啊 他往上走啊 他往上走 马上冲 你就记住啊 往上冲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 忍住手 不要追高 或者说适当的减仓 我觉得券商 在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 压力非常的大 想要冲过去很难 在这里大概率是震荡 震荡能够上去 那就需要利好的加持 否则的话震荡啊 往下调整的概率偏大 当然啊 下面也有一个强制称是二十线 二十线 所以综合来看二十线这个位置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一定要注意 守不住 那你就要及时的啊 撤退 因为一旦这个位置守不住的话 他一跌 一跌啊 往下走 以后往下 下面的三十六十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 从整个的盘名看 大盘指数 风险不大 所以大家 重点还是放在板块这一块 仔细看啊 今天有一个板块 是吧 这个资产权保护 这个这一方向 表现非常强势啊 包括教育传媒这一块 其实这些都跟什么有关 其实也跟数字经济有关 也跟科技有关 对吧 跟科技有关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一定要注意啊 市场目前的核心 品种很明确 科技 国企改革 数字经济 还有这个元宇宙 包括现在最热的人工智能相关的 都是在这些里面折腾 你如果你把握好这些节奏 你就能够吃肉和汤 有低点潜伏 有低点低吸就好 再看一下固态电池 还有这个贵金属是跌幅就行 但是跌幅并不是很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需要注意的啊 需要重视的 从整个盘面来看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操作上这个板块 不要轻易的去追啊 你只是潜伏低吸那些人气板块 主性品种就好了 比如说啊 国企改革这个说了很多次 也说了好几个月 对吧 告诉大家这个是主线 如果你盯着这个方向去做 是不是能够吃肉 吃大肉 还有就是大家看啊 人工智能 数字经济是不是很强 所以啊 你盯着这几个方向去做就对了 有低点 有急伤 你去低吸 去潜伏 高位的不敢去 你低位的去做一个补涨 可以吧 完全可以 是不是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实际要注意的 国企改革这个说了很多次啊 以后 现在是 不断的有一些票 冒出来 不断的有一些票 在继续的进攻 继续拉伸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你是要注意的 这个方向 仍然是市场的一个焦点 当然叠加起才更好 比如说国企改革 叠加其他钓鱼啊 叠加收视经济啊 叠加其他的一些啊 是 非常是不错的 好 再看一下 市场的焦点 重心 其实我跟大家说的很清楚 人工智能 收视经济 人工智能啊 大家看啊 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强势的上涨 然后 昨天操底的朋友 今天 可以说是大肉啊 整个盘面 它是继续上涨 其实在这一天 就跟大家说过 只要它能够守住无限 你就继续看多继续躺 对吧 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怕啊 从整个盘面来看啊 我觉得大家啊 在这个方向一定要重视 后面的空间 潜力 非常的大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的 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从整个市场的一个节奏来看 人工智能个股啊 表现非常的不错 大家看今天 人工智能 从目前的旁边看 有多支票 出现了一个涨停 但是 连续走涨停的票啊 不是很多 可是你发现没有 很多票走出的是什么 趋势上涨 比如说啊 柯大讯飞 对吧 这个是中军啊 中军就是说 他圆着这个五物军架线 一路走高 如果你在这个五物军架线附近 这个附近 做一个低吸啊 做个低吸 做个潜伏就好 做低吸 做潜伏 然后呢 他一路正当走高 守住五线 你就去看多 继续躺 那么守不住的话 你就选择什么 选择落袋 所以说这种策略 这种思路是对的 大家没必要纠结 没必要害怕 大家一定注意啊 后期肯定会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预期 或者说有一个空间给你 因为他只要守住这个线 他就不断的爬坡 还记得前面那一段时间 中国软件就真的走势 对吧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需要注意的 好 那我们来看啊 从 这个科大逊飞 再到其他那些票 很多都是走动的趋势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 是要注意的 比如说昆仑万为 对吧 他也是种种的走势 大家觉得是不是 如果啊 你走住这个五物线 在这个五物线 这个附近 你做一个潜伏 你想想是不是吃肉的 很多人呢 可能在这个位置 是吧 冲高 跑路了 你要证明这波就吃 就错过了 还有些人甚至在这个位置 冲高 跑路了 或者说在这个位置 撒跌的时候 跑路了 所以啊 大家一定记住 像这种主线品种 你只要能够守住五线 你可以轻易的啊 吃肉 甚至大肉 不要不要是 在半路被洗盘了 才洗掉了 所以很多人 可能赚钱的时候 就赚了三五个点 一亏钱 就亏几十个点 就是这个原因啊 好 我们来看 除了数字 除了这个人工智能啊 数字经济这一块 也是非常之强啊 其实技术方面来说啊 这几个方向 很多票是叠加的啊 叠加的 大家是需要注意的啊 好 今天有一个方向 表现比较强了 就是啊 文化传媒啊 文化传媒 今天再次出现了一个上涨 突破了这个前面的高点 大家看啊 这一期的走势 非常之强吧 对不对 然后整体的一个走势 大家看这里 强势的一个 突破行情啊 这段时间 也是有量能的支撑 这个量方向啊 非常的不错 以后他今天啊 突破后下一个目标是哪里的 下个目标就是上面的高点的 所以大家的操作上面 是需要注意的啊 手中有票的 那票又是强势周期的 那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讨 文化传媒啊 大家仔细看 他的一个板块个股的话 还是比较活跃的啊 今天有两支票 是涨了24厘米的 汉巴高科 还有这个加创私讯 当然啊 市场的这个焦点 市场的这个人气核心 还是在这个票上面 这个中国客船 所以大家要注意啊 中国客船 毫无疑问啊 他的这个 那个带头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啊 前面这一波 仔细看 直接啊 七个 这里是七个涨停板啊 差不多翻了背 你看这里一段震荡调整 这里是在一个调整过程中 今天一个突破 所以啊 这个票 手中有票的 你就要注意了 明天继续冲的过程中啊 冲的过程中啊 你不要着急 不要慌啊 他目标是奔的这个位置去的 甚至是突破这个位置去的 一旦突破这个位置的话 他的一个空间 潜力 可以说是非常之大的 那么他的一个赚钱效应 也是非常之好的 也有可能在短期 再次走出一波 强劲的连续走势 也说前面第一波 走到五个涨停板 那么这一波会走多少 也不好判断 综合来看啊 这个位置是强压力位 到这个位置是需要小心的 一旦突破这个位置 那你就可以 继续吃肉 甚至是吃到大肉 好 从整个盘面来看 一定要记住啊 今天能否守住这个 这个涨停板啊 从文化床梅的走势来看 今天整体表现 算一般啊 涨停票不多啊 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前排的这两只 三厘二十厘米的啊 现代市场的核心 都是在创业板 大家都知道 二十厘米的 获得资金的关注度 非常之高 所以在这个方向 大家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汉堡高科和这个 加上四岁啊 这种票的话 你可以低吸 可以潜伏 但是千万注意 忍住手 不要去追高 一旦追错了 那很容易高位站岗 所以从技术方面来说啊 他后期的一个走势啊 你任何可以潜伏低吸啊 记住我说的话 这些品种在无线上 你可以继续看多 继续看啊 看吃肉 但是这个无线守不住了 那你就选择 选择 是吧 我们说的要落袋啊 好 这是今天整个盘面 强势板块的一个情况啊 在这里可能很多朋友 还会问啊 就是 这段时间啊 市场的这个主线 就是主要集中在科技这一块 那么包括房地产啊 白酒啊 这些有没有戏 我记得昨天还有朋友 这么我房地产 这个方向该怎么办啊 大家看一下房地产 房地产的话啊 在近期是不是属于一个相对的低位 这个位置是相对的一个低位啊 那我们来看 这里的低位是不是属于一个震荡的走势 告诉你 这里有抽跌反弹的需求 后期有什么 有拉升的需求 但是房地产整个是西洋产业 大家都知道 所以最高是不要去的 你在这个低位潜伏一下 做个反抽反弹是可以的啊 可能很多朋友说 哎 这个反抽反弹 对吧 空间不大 那你如果做空间不大 你就参与这个人气品种 房地产开发这个方向啊 很多人关注啊 也有很多关注 但是个股的话 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其实你只要盯着一些前期的核心品种啊 人气品种就是了 比如说中交地产呢 这种前期人气票啊 这种票 大家去盯着他 比如说他现在是在哪个位置啊 60天线 对不对 60天线 你可以做个低息 做个潜伏啊 对不对 低息潜伏 那么他在这里守住了 以后期反弹 可能你就会有一个短期的一个吃肉 吃大肉的机会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的啊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从整个盘面的走势啊 比如说 除了中国地产中交地产 还有中国五仪啊 对不对 这种票 大家看是不是短期的一个低位啊 在这种票的话 在低位 你想想 在这个位置 你潜伏进去 一旦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爆发式的反弹 那你是不是吃肉了 是不是吃大肉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在操作上面是需要注意和重视的 这些票才是接下来大家啊 关注的焦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个股 目前跌幅不大吧 对吧 这些票 大家看在这里 很多票是属于一个 10个点以下的跌停的票没有 跌89个点的也很少 所以从今天的盘面来看 所以说大盘指数是调整的 三大指数目前都是绿盘的 但是并没有出现什么大的一个恐慌 对吧 后边大跌的票也不是特别的多 可能这些大跌票是跟前期上涨关系 上涨有关 前期上涨的幅度有点大 那么这里是获利盘出逃 所以综合来看市场的这个节奏 还是非常之强的 但是你如果你看前排的这些涨停的票 你也会发现涨停的票不多 对吧 你看一下 除了10厘米上的 真的10厘米涨的有多少 从这里开始算 就是利盘这里开始算 也就是目前来说也就10来个 所以在操作上面 你很难把握住 我们一定要注意 接下来行情 从真的走势来看 尤其是追高这一块难度很大 接力这一块做短线的 我估计很多人是能够吃面的 能够吃肉的人很少 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段时间 看起来排面不错 但是赚钱 如果你方向不对很难 就这个意思 记住以后的话 可能会以趋势为主 大家把重心放在这一块 以龙头股龙头方向的一个 低吸前缝为主 追高还是需要谨慎 好 这期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 大家看起来